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图其实也算是一门语言 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类 我们自身在哪一个地方 我想要去什么样的地方 怎么去等等 这些一些信息 那么大家在这个晚上 你如果在海边 或者在山顶 在这样的地方 你如果望向遥远的夜空 看到蒙天的星斗 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你会问自己 或者问别人 比如问一些问题 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比如我们在哪里 在茫茫的宇宙中间 我们的位置 你自己的位置 现在在哪里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银河系 这个中间有一个小点 这就是我们的Galaxy 我们再进一步地来看 Galaxy放大了以后 大家看到这个图 应该就比较熟悉了 我们再进一步地来看到 这样箭头手指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太阳系 所在的位置 一进到这个图画面 大家就应该非常熟悉了 我们太阳系 有太阳 有几大行星 那么我们的地球 就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地球 我们再进一步 如明印 来到我们的地球 这个图就 大家应该更加熟悉了 从太阳看上去 我们的地球 看上去就像一个玻璃珠 一颗蓝色的星球 那么我们香港 又是在哪里呢 我们进一步地 来接近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香港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就非常眼熟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香港科学馆 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在尖沙嘴 尖冬这里 那么大家看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 所处的位置 那么我们讲座 正在进行的地方 就是这个科学馆的 这个lecture hall 所以像这样 一系列的地图 就能够帮助我们 来了解 我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位置 在地球上的哪一个地方 在太阳系的哪一个地方 在我们的galaxy 在我们的universe 中间 这些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可能会问你自己 或者小时候 问过你的daddy mommy 我们人类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茫茫宇宙 我们人类是怎样大声的 我们是根据神话传说中的 一些描述 我们是羽蛙造人来的吗 羽蛙捏一些篱笆 制作各种各样的人类的形象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 对吧 那么大家更为熟知的 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一张图 我们人类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是由最早的时候猿猴 一步一步地进化成智人 进化成人类 发展起来的 那么这中间又有一个问题了 猿猴又是怎么来的 那么最早的时期 根据目前科学家的一些理解 地球上最早的时期 远古时期 没有生命 但是有海洋 海洋下面有火山 有地质构造 火山和海洋 提供到水 提供到热量 那么就产生了 生命存在的条件 比如最早有无机物 进化成简单的有机物 然后再进一步 进化成复杂的有机物 最后形成原始的生命体 这是目前科学界 大家最为认可的 一个生命发展的一条路线 那么除此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宇宙之大 无其不有 那么是不是还存在 别的一些可能性呢 那么这些问题也是 我们的科学家 我们的技术专家 不停地思考 想要寻找答案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宇宙中间 我们人类是孤单的吗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这件一些问题 有没有问过你自己 那么宇宙非常大 大家看到 每一个小亮点 都是一个galaxy 每一个galaxy中间 都有数以百万计 亿计的恒星 所以 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 现在还没有共识 那么这也有待 我们人类 今后进一步地 去探索 我们的太阳系 探索我们的宇宙 来寻找 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么对太阳进行探索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各个国家 对太阳进行探索 我们的足迹 还主要停留在 我们的太阳系 也就是目前 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们的地球 月球 火星 木星 以及土星 这样一个区域 在座的各位可能会问 我们人类 为什么要对太阳进行探索 拉萨是美国的航天局 它有一个statement 它有一个口号 我们对太阳进行探索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人类 来理解 了解 我们的自己的地球 了解我们的宇宙 同时 也能够促进 我们人类的文明 技术 以及社会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世界上各个国家 要进行太阳探索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其实日常生活中间 运到的很多的东西 比如 你可能每天都离不开的 你的cellphone 大家每天都要看的电视 甚至你穿的足球鞋 甚至婴儿的奶粉等等 这些其实最早的来源 都是来自于太阳探索 所以太阳探索 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 日常生活都密切相关 太阳探索中间 运到的先进技术 在短期或者长期 都会进入到 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间 那么对太阳进行探索 我们的月球 是我们地球的一颗卫星 那么月球离我们地球最近 当然就成为最热门 最popular的一个探测的 一个地方 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前 几十年间的时间 美国和前苏联 对月球进行了 很多的探测任务 比如成阿波罗十一号 一直到阿波罗十四号 胜第一个太阳人 胜到月球 一直到后面的阿波罗十七号 包括前苏联 也有一些探测的任务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么中国成 2010年左右 开始成我们的 这个嫦娥三号任务 开始就对月球的着陆 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和探测 比如大家看到这个嫦娥三号 着陆的这个地方 就是叫做一个横弯的一个地方 这个弯弯 最近这几天 晚上非常明亮 天气非常好 大家如果在海边或者在山顶 你甚至就用你的裸眼 当然如果视力不太好 戴个眼镜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个月球表面 它的横弯 这样一个弯的位置 那么我们的嫦娥三号 着陆器和这个月兔一号 月球车呢 着陆点的地方啊 就是在这个弯弯的尖尖 前面一点点 这个是嫦娥三号 2013年 着陆在月球的这个横弯地区 那么月球的背面 大家看到了另外一个图 这边就是月球的背面 月球的背面 还真的没有人去过 我们平时啊 由于月球和地球的潮汐锁定 这样一个关系啊 我们在地球上面的人类呢 没有办法看到月球的另外一面 大概是50%几 这样一个范围 看不到 那么月球的背面到底有什么 大家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嫦娥四号任务 2019年 着陆在这个月球的背面 一个叫做冯卡门撞起坑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探测器 着陆在月球的背面 那么嫦娥五号 大家看到 这个是在 在嫦娥三号着陆点 西边 大概70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 嫦娥五号 着陆的位置 这个是去年 2021年 国家的这个探测任务 那么嫦娥五号 非常成功 着陆了以后 顺利地取样 撞了一个坑 然后带回了地球 大概接近两公斤的月染的样子 那么大家看到 月球的探索 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各个国家都 非常关注和热门的一个地方 现在大家看到这张图 就是火星 那么火星探测任务 是从上世纪70年代 1975年 美国发射第一个探测器 叫做海盗一号 着陆在火星表面以后 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 以及本世纪初 一直到最近的 2021年 LASA美国航天局 发射的这个 毅力号火星车 着陆在了这个火星的 不同的地方 来进行科学探索 那么这个中间 也有我们中国 在2021年 顺利着陆在火星表面的 一个探测器 包括一个火星车 天温一号探测器 和竹容号火星车 着陆在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火星 为什么也非常 各个国家都很热衷 来进行探测呢 因为火星是 我们地球 最近的一颗行星 在几十亿年以前 我们科学家 相信火星 曾经是一颗温暖 潮湿 也有大气沉的 一颗行星 那么温暖 潮湿有大气沉 这就有可能孕育生命 那么为什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现在火星变成了 这副模 现在的这个情况 没有大气 表面看上去非常荒芜 我们科学家 想去了解为什么 那么我们的地球 经过几十年的 几十亿年的这种发展 会不会也变成火星一样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得在这些探测任务中间 来进行寻找 那么 对太空进行探索 地图 我前面讲到 非常重要 就像 任何一个人 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都去过 我们香港的 这个迪士尼南 那么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 迪士尼 你是会不会 找一张地图 找一张象征的地图 来看一看 看看这个 这个 白雪庚族的城堡 在哪个地方 看看这个 Jungle 这个探险的位置 是在哪里 这样 你好 规划 我怎么 能够从我住的地方 去到 迪士尼乐园 然后在迪士尼乐园 怎么样把我想完的地方 都玩到 那么地图 就是起到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 地图有二维 2D 就是一张平面的地图 同时 也有3D 3D的地图 3D的地图 就是平面的信息以外 我们同时 还有高度的信息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张地图 就是我们香港的 3D地图 从这张地图之间 可以看到 我们香港确实是 非常多的高山 平坦的地方 可以用来 比如用来建筑 比如用来 非常好的利用的 这些地方 确实不太多 那么像这样的 2D和3D的地图 就能够帮助我们 在太空进行探索的时候 也能够来起到 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 我们要发射一个航天器 一艘宇宙飞船 乘地球 发射以后 要怎么样 飞行 才能够飞到火星 这个其实中间 需要非常复杂的 这个设计 以及地图的 这些分析 因为地球和火星 都是在动的 大家都围绕着太阳在转 它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 那么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才能够节省 能源 让宇宙飞船 能隔成地球 以最经济 最省时的方式 到达火星 这个中间 就需要地图的 这种设计和考量 那么我们在 在这个月球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 这个地图 就是月球的一个 三维的一个地图 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高度 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我前面给您提到过的 这个横弯 我们的嫦娥三号着陆器 着陆点的位置 大概就在这里 那么 月球那么大 我们想要对它进行探射 去哪里着陆 最安全 最有科学价值 那么这也需要地图 比如 我们的三维的 这个地形的表面 可以用一张 这样的格网来表达 每一个格网点 我们给它一个高度值 拉起来 就可以用来模拟 一个数字 地形模型 那么这样的数字地形模型 它就非常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来分析 和选取 比如 我这个着陆器 这样一个着陆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希望 我着陆的地方 这个slope 这个坡度 不要太大 不应该有太多的 这种石块 以及这种小的坑 等等 这样的情况的出现 因为它们会影响着陆的安全 所以 这个地图 运于太空探索任务中间 这个着陆点的选取 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的 科学的一个考虑 比如我们要考虑 它的根层的安全性 也就是说 我的地形的坡度 地表的粗糙度 都不能够太大 太大就会影响我着陆的安全 影响我月球车 火星车 它行驶的安全 同时 我这个表面 地表 也不能够有太多的石块 这个撞击坑 这些游泳石 撞击形成的坑 也不能够太多 这种山 追 等等 这样的地貌特征 也不能够太密集 如果太密集 也会影响着陆的安全 同时 在选取着陆点的时候 我们也要考虑 它的科学价值 对吧 我们要发射一个探测器 去到月球 去到火星 希望能够回答 找到一些科学问题的答案 帮助我们来了解 这颗星球 过去发生了什么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它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所以我们真好考虑 根层的安全性 和科学的价值 每一个环节 这个中间 都需要运到我们的地图 来帮助 来寻找最合适的着陆点 那么怎么样来制作 这些地图呢 这就牵涉到一门科技 一门技术 英文叫做photogrammetry 中文叫做摄影测量 同学们 大家都可能喜欢 有这个摄影 这个爱好 有些同学 可能有这个摄影的爱好 你用一个照相机 拍摄一幅图像 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过 我多拍摄一幅 拍摄两幅图像 我就有可能 来进行三维的测量 那么这个摄影测量 中间一个技术 就是模拟 我们人类的立体视觉 人类的双眼视觉 来进行测量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人类 为什么一出生 就有两只眼睛 而不是一只眼睛 或者三只眼睛 因为两只眼睛 就能够帮助我们 来进行距离 大小 形状 方位 等等 这些几何信息的感知 同样一个物体 在你的两只眼睛上面 它会显示在 不同的位置 在你的左眼 它会向右一点 在你的右眼 它会向左一点 那么这种位置的差别 叫做视差 就能够让我们的大脑 来感觉 这个距离的远近 物体的大小 等等 那么我们这门技术 用于制作三维地图的技术 摄影测量 也是模拟 人类的双眼目视觉 就把照相机 放在人眼睛的位置 拍摄两幅图像 对同样一个目标 拍摄两幅图像 来进行三维的测量和感知 那么这个中间的基本的原理 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 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我在图像上面 我的照相机拍的图像上面 量测得到的一个点 小的xy 右边是我想要量测的 这个三维点的信息 大写的xy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z 三维的信息 当然这个公式 把这个二维信息 和三维信息联系起来 尊家还需要一些别的参数 比如我需要知道 这个c 就是这个照相机的焦距 Forklens 我还需要知道 照相机拍摄的时候 它的位置 x0 y0 z0 还需要知道其他的一些信息 比如它的角度 方位 这些信息都是可以得到的 现在就可以 利用这个公式 从图像上面量的任何一个点 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到它的 三维点的这个坐标 大写的xyz 但是这个尊家就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一幅图像 我上面量测一个点 对吧 我只能有两个方程 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有三个位置数 xyz 两个方程 你是没办法求解三个位置数 是不是 也就是说一幅图像 我只能提个两个方程 我没办法求解三个位置数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同时有另外一幅图像 照相机 从另外一个角度 对同样一个目标 拍摄另外一幅图像 有两幅图像了的话 我就有四个方程 四个方程 而我这个位置数 这个A点的xyz 它的坐标 是同样的 还是只有三个位置数 那么这个时候 我四个方程 就能够有效地来求解 三个位置数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 在摄影车辆领域 叫做贡献方程 这个方程 从物理上解释了 我们人类的双目视觉 为什么你有两只眼睛 为什么需要两只眼睛 我才能进行三位感知 所以这个方程 基本上就解释了 我们人类的立体视觉的原理 当然你也可以 有三只眼睛 甚至四只眼睛 就像我们把照相机 放在卫星上面 在不同的地方 对同样一个 比如香港进行拍照 那么你有四幅图像 五幅图像 覆盖同样一个地方 当然你的三维感知的能力 就会更准确 就会更加强 这就是立体摄影测量的原理 我们利用这个原理 就可以来进行 三维的地图的制作 这里大家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利用火星上面 拍摄的图像 这个是在2011年火星的一颗卫星拍摄的一幅图像 这个是在2008年 在同样一个地方拍摄另外一幅图像 那么利用立体摄影测量的原理 我们就可以来生成这样的三维地形模型 不同的颜色 代表不同的高度 那么有了这样的三维地形模型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 量取这个坑 这个陨石坑 它有多长 它有多深 这些地方 它是不是很平坦 它的这个slope 它的坡度有多大 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 就能够来帮助我们 来进行科学研究 来进行比如 着陆点的分析和选取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团队 在香港里根大学 在过去十几年 我们参与国家航天任务的一些情况 利用我们的测量的技术 我们的摇杆的技术 能跟智能的技术 等等 来进行着陆点的分析和选取 帮助国家航天部门 来成根地将一系列的着陆器 月球车 火星车 圣上他们的预选的着陆的地点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 是我们的嫦娥三号 着陆的位置就是在 这个叫做横弯 着陆位置就是在这里 右边这里有一个顿图 这个是显拉萨的一颗卫星 在着陆前 着陆后 分别拍摄了两幅图像 那么显示的这个摆点 这个就是我们嫦娥三号的着陆器 和月球一号的月球车 那么这就证明 我们这个嫦娥三号的着陆任务 是实实在在真实发生了的 并不是一个电影场里 拍出来的一些这样的场景 这个是2013年 快十年之前的一个着陆的任务 那么嫦娥四号 是2019年的一个着陆任务 它的着陆的地点 是在月球的背面 像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去到月球的背面 因为它不能直接与地球进行通讯 进行联系 所以在嫦娥四号发射之前 八年左右 那么航天部门发射了一颗中级卫星 叫做雀桥中级卫星 发射去到一个更远的一个地方 叫做拉格南日二号点 在那样一个位置 它就能够同时看到月球的背面 同时看到地球 这样就能够建立一个中级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利用我们的测量摇杆技术 来制作生成了嫦娥四号着陆区的 数字地形模型 三维的数字地形模型 同时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各种各样的因素 来帮助选取最后的着陆点 嫦娥四号着陆的地方 叫做这个冯卡门撞机坑 这个大概是一个180公里直径的一个撞机坑 它的这个深度有5公里 那么在嫦娥四号着陆区 在月球的背面 它的高层地形起伏非常剧烈 最大的高差可以达到20级公里 大家可以想想 我们地球上面最高的这个山 珠穆罗马分是8公里多一点 那么月球的背面 在我们嫦娥四号的着陆点 它的这个高差 最低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 高差能够达到20公里 这就给我们的嫦娥四号的任务设计 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是在2018年的12月8号 嫦娥四号探测器 乘西舱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成功 那么在我的身后 这个是长城三号火箭 火箭的顶端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嫦娥四号的探测器 在这里 那么发射了以后 经过大概半个多月的飞行 到到了这个月球的背面 那么我前面提到过 我们的测量的技术 进行地形的测绘 发现欲选的着陆区 它的这个高差起伏非常巨大 那么这样巨大的这个高差起伏 就导致我们嫦娥四号的这个探测器 设计团队 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一个下降轨道的设计 就不是像我们长城三号那样 慢慢地着陆下来 而是采取先到达着陆点的上坑 然后接近一个90度下降的转弯 下降的一个降落的方式 这样才能够保证它降落的安全性 而不是下降的时候 撞上了某一个山 那就麻烦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测量摇杆的技术 在这样的任务中间 就能够得到非常重要的这个应用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嫦娥四号 曾跟着陆在月球表面之后 拍摄得到的一些图像 那么呢 嫦娥五号是2020年发射升空 2021年呢 着陆在月球的表面 然后在这个着陆点 在这样一个位置呢 它就利用一些 这个取样的一些装置 撞了一个坑 大概两米深 然后取回来了一些样品 带回来地球 来进行分析 那么这个是对月球 进行探索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的团队呢 也是利用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方法 来帮助 来分析 选取这个可能的 最有价值的 安全的这个着陆点 那么火星 大家知道 这是离我们地球 最近的一颗行星 也非常具有科学探索的 这个价值 那么火星的探射呢 从1976年开始 这个海盗一号 海盗二号 美国的这个探射任务 成功地发射 无人探射器 它就是一个着陆器 着陆在了火星的这个表面 大家可以想象 五十多年前 这样的探射器 就已经能够着陆在 火星的表面 那么1997年 美国发射了 另外一颗探射器 叫做探路者号 它是翻的 着陆在了火星的这个表面 探路者号 着陆的这个地方啊 可以很有效地来说明 选取一个安全 可有力的这个着陆点 是多么重要 探路者号 不是一个非常成根的 一个探射任务 为什么呢 它着陆了以后 在这个着陆器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火星车 这么一个小的火星车 那么从火星车 从这个着陆器上面 下来了以后 走了大概不到十米 就碰上了一个大石头 这个大的石头 碰上了以后 它就走不动了 大家看到 这个着陆点啊 这个附近 非常多的石块 石头 那么这些地方 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首先 这个着陆器 能不能够安全着陆 都不一定 着陆了以后 你这个火星车 走不了多远啊 非常危险 所以像这样的 这个探测 任务中间啊 我们的这个着陆点的选取 利用摇杆 测量的手段 来选取 一个没有那么多石块 没有那么多影响 安全的因素的一个地方 多么重要 那么2004年 美国又发射了这个 基于号 永气号 渠道火星 那么这段时间呢 正好非常有幸 我本人也在美国的一所大学 进行科学研究 也有幸参与了 这个基于号 永气号 探索任务中间的一些地图测绘 以及一些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 那么基于号 永气号 它是一对 TWINS 它这个发射到了 到了这个火星以后啊 它们有分别不同的 非常有意思的科学发现 比如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图啊 这个看上去 是不是像这个Blueberry啊 大家平常可能都非常熟悉 要吃过的啊 这个Blueberry 那么像这样的Blueberry 在火星上面要想形成 就证明在这样一个地方啊 在很早之前 它肯定是有水的存在 如果没有水 它是不可能形成 像这样的这种矿物 这种石壳 叫做Blueberry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 就证明在火星远古之前 是有水的存在的 那么在2012年呢 美国又发射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火星车 叫做Curiosity 好奇号去到了这个火星 好奇号是核能 Nuclear驱动的这个探测器 它可以在火星表面 不需要太阳能 它也不在意是不是白天还是夜晚 冬天还是夏天 它能够持续地耕作50年 那么好奇号呢 在火星表面呢 也就有了很多的这个发现 比如它能够撞坑 撞一个这样的坑 撞了坑以后 它除出了一些样品 利用它火星车上面的一些仪器 来进行分析 比如它能够蒸发这些样品 从这个蒸发的这个气体中间 就发现了水蒸气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 非常直接的证据 这么在火星的表面 有水蒸气的存在 伊利浩 Perserance 这个是2021年 拉萨发射的最新的一个探测器 去到了一个河流三角洲的一个地带 那么科学家们认为 在这远古时期 这个伊利浩着陆的地方 可能就是一个琥珀 那么琥珀中间 如果说有生命的存在 那么在这个沉寂屋 这个中间就有可能找到一些证据 那么伊利浩除了它这个车更大以外 仪器更多 科学探索的仪器更多 同时它还带了一个小小的无人机 那么这也是人的历史上 第一次有我们自己的无人机 小小的飞行器 在另外一个星球上 能够进行飞行 进行探测 那么伊利浩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有很多 有科学价值的探索成果 比如前不久 大概是上个月 就有科学人员 科研人员发现 在伊利浩着陆的地方 它就真的发现了有机物 大家知道有机物是构成生命最基本的因素 那么在火星表面 发现了有机物 这个有机物具体是什么 是怎么来的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发现有机物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 我们中国自己的天文一号 天文一号包括一个着陆器 同时另外还包括一个火星车 叫做这个竹龙号火星车 那么是2020年7月份 从我们海南的发射场 发射成空 然后2021年的5月份 着陆在火星的表面 那么我们团队也是从2016年左右开始 就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邀请 我们来积极地参与到 天文一号着陆区的一个选择分析 这个上面这个跟着陆区来 那么天文一号着陆区的选择 其实是经过了好多不同的阶段 比如最早我们要把整个火星的全球 来进行分析 到一个很大的范围来找出来 它哪些地方着陆是最好的 比如大家看到 我们预选的三个着陆区 它们都在这个纬度 都是在中低纬度地带 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着陆呢 因为在这些中低纬度的地方 它的这个太阳能非常充足 它的这个温度也比较合适 它的海拔高度也比较低 有利于我们这个降落伞 这个降落的时候 获得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减速 促进这个安全的降落 那么我们的团队和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团队进行合作 那么我们对这个不同的区域进行了分析 最后我们根据各种各样的考虑的因素 前面提到的这些根层安全性 包括科学价值等等这些指标 最后我们就聚焦到乌托邦平原 叫做Utopia 在火星的北半球南部 北半球的这个靠近赤道的这个地方 乌托邦平原这个区域 我们选择这个重点的这个区域 来进行深入的探索 那么最后在这些一个区域中间 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摇杆 测量地形地貌 以及科学的分析 地质的分析 我们选取了两个可能的着陆点 一个是熟选着陆点 另外一个是备选着陆点 这个熟选和备选的区别 就是看我这个发射的时候 我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 如果发射的那一天天气很好 按照预期发射 那我就顺利地去到这个首选着陆区的位置 如果发射的当天天气不是很好 影响了我这个发射 我也推迟几天发射的话 那么我就可能后面一系列的这个设计都要改动 那么最后就去到这个备选的这个着陆区 那么最后发射的时候 听闻一下发射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 那么这个就我们的目标 后面就盯着我们这个首选的着陆区来 大家看到这个地图上面 可能这个首选着陆区好像只有一小块那么大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它的面积 其实乘以180公里 大概相当于我们11个香港那么大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天文一号探测器到了火星的轨道以后 就对我们这个首选的着陆区 这里有11个香港那么大 也进行详细的这个调查和分析 这个探测器上面 它有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照相机 能够拍摄这个0.5米像素的这个高清晰的图像 那么我们利用这些图像 对这个首选着陆区来进行这个测量 摇杆以及智能的一些分析 来帮助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里面 来选择一个最佳的着陆点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呢 就是我们三维测量地图生成的一些情况 比如我们制作的这个数字影像图 我们制作的这个3D的数字的这个地形图 那么有了这个3D的数字地形图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分析 它的这个这个着陆区 首选着陆区 它的坡度slope它的这个情况 比如蓝色的地方 就是坡度比较小的地方 5度以下 比如横色就是危险的地方 坡度是在25度以上 那么我们要去的着陆点 当然尽量要去到这个蓝色的地方 还不是去到这个红色的地方 同时有了这个数字的影像图以后 我们也可以来识别利用人跟智能的技术 来自动地识别着陆区里面 它的这些陨石坑 撞击坑 以及这些石块 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图 就是这些分布着很多的石块 这些情况 那么我们是从2021年的3月份 收到国家航天部门 发生到香港 发生到我们里根大学的这些数据 那么5月份我们就要决定 5月初我们就要决定 天文1号到底去哪一个地方着陆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赶在5月份之前呢 因为5月初再往后面走 火星就会进入到秋季 进入到冬季 那么沙尘暴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我们不想火星的沙尘暴 影响我的这个安全 着陆的安全 所以我们需要在5月初之前 就要决定去哪里着陆 那么从3月份我们收到数据 到5月初 我们要决定去哪里着陆 只有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着陆区那么大 我们分析了67万多个陨石撞起坑 200多万个石块 那么利用常规的技术手段 是没办法做到的 那么我们就开发了 我们的人根智能的技术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技术 来自动地来进行陨石坑 进行石块的分析 那么这些技术非常大的程度 帮助了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这个既定的任务 那么最后我们就结合 比如地形的坡度 结合这个撞击坑的密度 石块的密度 我们来分析得到了一个 着陆区的一个危险指数 蓝色代表这个安全的地方 危险指数小 红色代表这个 危险指数大危险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进行 这个着陆椭圆的搜索 这个椭圆是根据这个误差 着陆的时候它可能有一定的误差 我们来确定一个椭圆 来进行分析 那么最后 我们就向国家航天部门建议了 三个着陆椭圆 那么这三个着陆椭圆呢 它的这个着陆的危险系数 它是最理想的 最低的 那么它的这个坡度 都是最理想的情况 它的石块的这个密度 这个撞击坑的密度等等 最优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选了这三个着陆椭圆 在5月5号 2021年的5月5号 建议给国家的航天部门 那么国家航天部门 最后就选取了 我们这个第16号着陆椭圆 作为我们天文一号的 最终的这个着陆椭圆 那么最后 在2021年的5月15号 十天之后 天文一号着陆器 和这个逐龙号着陆车 就顺利的着陆在我们这个 第16号椭圆的 中心点的附近 我们是奔着这个16号椭圆的中心点去的 那么这个着陆的这个偏差 大概是两三个米左右 那么着陆了以后 这个我们的卫星 拍摄了这个着陆点的情况 比如大家看到 这里是着陆器 这个是逐龙号火星车 同时在不远的地方 有这个着陆的时候 抛路的这个降落伞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技术 我们香港的科学家 也能够非常多的 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国家的航天任务准件来 利用我们的成名材质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人才 为国家的这个航天任务来做贡献 那么未来 这个还有一系列的探测任务 比如嫦娥七号要去到月球的南极 为什么要去到月球的南极呢 因为科学家们相信 在南极 它一般呢 它的这个光照非常极端 很多的地方它都没有太阳光照 那么在这些叫做云久阴影的这个区域呢 科学家们相信有冰的成长 如果有冰 那么这就能够解决一个大问题 就能够支持人类 支持宇航员 在月球的南极进行长时间的生存 那么嫦娥七号就要去到月球的南极 这些是我们目前在协助国家航天部门 进行这个着陆点选取的一些情况 有不同的这个地方可跟选取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进入到 着陆以后进入到这些云久阴影的地方 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冰 有多少 那么这个是嫦娥七号 预计会在2025年到2026年左右发射 那么我们目前也正在协助国家航天部门 进行相关的工作 小行星探测也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 这个日本 它的这个前面 刚非常成功地进行了 两次小行星的这个探测任务 并且从这个小行星的表面 取回来了一些样品 带回来地球进行分析 这些分析就发现 小行星取回来的样品中间有有机物的存在 为什么会有有机物的存在 并且人们一般认为 这个地球上面的水 我们的海洋 就是由于小行星大量的撞击带过来的 小行星表面它有冰 把这个撞击地球 就把冰带回来到我们地球 形成了我们的海洋 而同时 小行星的表面它又有有机物 又有有机物和水的存在 这就构成了生命演化的这个 基本的条件 是不是 那么我们中国也会在 2025年到2026年左右 发射我们自己的探测器 来进行小行星的探测 那么我们同时也在进行 相关的一些工作 那么在未来 还有更深远的 比如2030年以后 就会进一步地发射 比如长河8号 长河9号等等任务 来建立月球的基地 因为月球它的准力 比地球要低 这就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那么我们以月球 作为一个基地 来发射火箭 就能够去到更远的地方 比如去到木星 土星 甚至飞出我们的太阳系 所以月球的基地 它具有非常重要的 进一步的深坑探索的价值 那么这个是 未来所要进行的一些工作 那么除了我们的 自己的地球 我们的月球和火星以外 那么继续站往后面走 就有机会去到木星 它有一颗卫星 叫做尤罗巴 那么现有的知识了解 尤罗巴它是一个冰盖的卫星 它的冰盖下面是一个海洋 那么海洋有水 就有可能有生命了 对不对 那么下一步 这也是拉萨 以及其他国家的 一个探测的热解 那么站往后面走 去到土星 土星有一个卫星 叫做台坦 这是一个跟我们地球 差不多大的 一个卫星 它有山风 有这个海洋 腾水也有大气 跟地球非常相似 那么它有没有生命 土星还有另外一颗卫星 叫做Enceladus 那么Enceladus 它也是一个冰盖的卫星 它下面也有水 有意思的地方 是我们的这个卡西尼 这个探测器 飞过这个土星的时候 它拍摄到像喷船一样的 这种现象 那么这就证明 这个冰盖海洋下面 它可能有热 有火山 导致这种砰发 那么又有热 火山 又有水 那就构成了生命存在的条件 那么 它们会不会有生命 那么呢 未来的深屈探测人物 就可能就要往这些方向来进行 发展 那么 再往后面走 我们人类将要去向何方 尊有一天 也许在我们的有生之言 我们就有可能去到火星进行旅行 那么一百年以后 两百年以后 我们有可能会走出我们的太阳系 进入到我们的银河 那么 再往后面走 一千年以后 一万年以后 我们尊有一天 人类将会走出我们的太阳系 走出我们的银河 来到这无垠的宇宙 那么我们也希望 我们在座的青年学生 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 能够贡献 积极学习 武装 你们自己的头脑 训练好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学好数学 计算机 物理等等 相关的科目 为今后有机会来参与 这样非常 magnificent的这种 航天探船任务 来贡献你们的成名材质 好吧 那我的这个报告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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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